见到第一仙,第3163章,方寸之间斩天地 天穷深处的异变,也引起楚山客 黑衣三世佛等人的注意,一个个全都心中一沉 这是发生了何事? 没人清楚 可越是如此,越让人心中没底 莫要自乱阵脚,成败还未愤出 一旦自己先失了分寸,再无回天之力 黑衣三世佛沉生开口 他一直被吕红袍打压,身上都已开始负伤 狼狈不堪,但并未就此乱了阵脚 显得很冷静和沉着 吕!吕红袍轻笑 今天你只要不逃,本座必和你分个生死 实则无论是吕红袍,还是枯悬天地 石影真祖,轻衣天地,也都很吃惊 没想到,在那天穷深处,竟发生这样一场异变 可看得出来,这样的一变明显由苏毅所掌控 对他们而言,自然是好事 而接下来他们要做的,就是死死压制住对手 不让他们有任何翻盘的可能 那一片菩提夜内,便是方寸山祖庭 外界所引发的震动,并未影响到这里 不过,白衣三是佛,恶天地他们一个个虽然依旧很镇定 心中实则已有些焦急 这座洞天蜜剑,远比他们所预想的更坚固和神意,根本无法破开 须知,他们在厮杀战斗时,动用的皆是禁忌般的秘宝,又是一起联手 可别说毁掉这座洞天蜜剑,就连破开一道裂痕都不行 到了此刻,他们怎可能不明白,苏毅所掌握的这一座洞天蜜剑 和他们各自动用永恒地座所开辟的洞天伏地一样 在这里,苏毅就是主宰,占尽地利 苏道友,你这就太不厚道,我等前来观礼 你却用这样一座,秘境困住我等,岂是代客之道 白衣三是佛叹了一声 至此,他终于明白了苏毅的谋划 他要做的,不只是分生死那般简单 而是要借此一战,把他们这些旧日大敌一网打尽 之前在厮杀战斗时,苏毅一直苦苦隐忍 就是在等待这一刻 可惜,没有把你另一个大道真身困住 苏毅有些遗憾,计划赶不上变化 黑衣三是佛的出现,让局势出现了一些变数 但还好,足够了,我们虽被困于此 你何尝不如此 恶天帝冷冷道,这时候,只要有人趁机出手 根本不费吹灰之力,便可轻而易举将这座秘境收走 到那时,你又哪可能逃走 苏毅淡淡道,谁敢插手 来自彼岸的力量 恶天帝眼神带着讥讽 有何不可 你该不会认为 一个隐士山的死规矩 就能阻碍彼岸之人出手吧 其他天帝也一阵冷笑 这世上,从来不缺不怕死的人 命运长河上如此 彼岸也如此 当来自彼岸的力量 铁了心要借此机会灭杀苏毅 岂可能会眼睁睁看着苏毅翻盘 又岂会在意隐士山的规矩 白衣三世佛也笑了笑 洪荒天庭的天地,还在 我的大道真身也还在 一些你不知道的手段,同样也还在 顿了顿,他继续道 而在这洞天秘境 或许我等奈何不了你 可我等只需自保 坚持到外界的变数发生时 就是道有灭亡之时 苏毅一边出手 和这些大敌激烈厮杀 一边道 你想多了 他抬眼看了看天穹 语气平淡道 真以为 我就指这点能耐 众地眼眸一宁 猛地警惕起来 而这一刻 苏毅终于展开反击 他袖袍一挥 整座方寸山阻听天穹 交织出无数规则秩序 犹如一张无形的天芡浮现而出 这一瞬 白衣三世佛 和一众天地 接脸色顿变 察觉到失去了和外界周虚规则的感应 须知 天地之所以恐怖 就在于能够以永恒地做的力量融入周虚规则 替天行道 亦如天道化身 可现在 天道被隔绝了 也等于让他们一下子丧射执掌天道的能耐 对他们各自战力的影响 自然不言而喻 诸位 已到了分生死的时刻 快 速战速决 杀 这些天地几乎毫不犹豫 纷纷将各自所藏的杀手锏全部动用 拼命般出手 一下子 各种禁忌秘宝和绝世神通发威 强大到足以令任何天地都绝望的地步 看得出来 之前他们虽然祭出禁忌秘宝 可施则游子藏有底牌 而现在 他们都已顾不上隐藏 开始真正的拼命 完了 你们有底牌 何尝没有 苏毅微微摇头 声音还在回荡 伴随着一道苍茫厚重的剑银声 一口道剑横空而出 道剑晦色 完全被澎湃的混沌气息笼罩 让人看不清其真容 呈现出莫可名状的神秘气息 而随着此剑出现 整个方寸山祖廷都猛的一颤 一股无匹霸道的无上剑威 将天地十方覆盖 紧紧一瞬 由三世佛的金色戒齿 长恨天地的五焰道顶 恶天地的血净玲珑灯 以及其他天地祭出的禁忌秘宝 在此刻都遭受到可怕的压制 全都剧烈震战起来 哀鸣震天 实在是那一股无上剑威太恐怖 又横压一切之威 在他面前 那些禁忌秘宝都显得暗淡起来 至于那些天地祭出的其他底牌 无论有多神异 又有多大的威能 尽数都遭受到严重镇压 这一幕 大有一剑祭出 万物俯首般的气势 震撼人心 此剑 自然是九玉剑 直至踏足天命境 在万劫之渊中 汲取了那一股命运本源力量后 苏毅终于能够真正地动用此剑 其威能之恐怖 自然远不是以前可比 之前在厮杀时 苏毅之所以不动用 无非是担心 一旦这么做了 会下退对手 如此 就再不可能实现 一网打尽的目的 可现在不一样 在这方寸山祖亭 他已完全可以毫无保留地施展 哄 天地动荡 剑威浩荡 是那把刀剑 剑地成大老爷手中最禁忌 最神秘的一口刀剑 再命运彼岸 也无人知晓其来历 此剑 怎会如此恐怖 卑鄙 他坏了尹尸山的规矩 动用超出永恒道徒范畴的外物 白衣三世佛和那些天地再次变色 惊怒交集 一个个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 放心 若我坏了规矩 尹尸山自饶不过我 无需你们来全费 苏毅一抬手 九一剑落在掌尖 而后他脉步长空 淡淡开口 现在 该诸位交出性命和血肉 为我立心见斋奠基了 俊拔身影上 腹伤累累 血染轻袍 长发凌乱披散 看起来有些狼狼 可这一刻 他身上的气势 却宛如着天上地下的主宰 闭靡傲暗 霸绝十方 哼 声音还在回荡 苏毅身影呼的前冲 剑指距离最近的灵天地 在苏毅心境中 心魂傲力 如日中天 大放光明 施展心境秘力 配合苏毅出击 灵天地眼瞳收缩 全力抵挡 可在苏毅这一剑之下 他的心境 神魂 修为 乃至于道区 皆遭受到最灵力的轰击 仅仅一剑 灵天地就被批杀当场 道区都被批成两半 神魂四分五裂 一眼望去 就像一团血雾炸开 属于灵天地的道横 永恒地作 神魂气息 血肉力量 尽数都化作光雨飞洒 其他人无不惊悚 被挤发寒 这一剑太霸道 崔枯拉朽一般 斩杀一位在命运长河上浮沉无数岁月的天地 那滚烫的血水 刺激得每个人眼睛充血 目自欲裂 过往漫长岁月中 他们主宰天下 高高在上 世间一切修道者 皆如脚下楼椅 无法带给他们任何危险 更别谈撼动他们的位置 谁能想到 有朝一日 苏毅这样一个天命静剑修 竟有了碾压他们的手段 最严重的是 他们无法再动用周虚规则力量 无法逃出这座秘境 连那些禁忌秘宝 都完全被压制 而这一瞬 苏毅心中顿感快慰 就像斩掉了压在心底多年的快蕾 终于有了扬眉吐气之感 杀天殿 这是他从进入命运长河之后 就所渴望的一件事 要把那些高高在上的天地 皆踩在脚下 让这些大敌命丧剑锋之上 杀一人 便如同斩断一桩恩怨 那感觉 自然飞快栽二字可形容 而苏毅没有留守 也没有猫戏耗子的心思 他只想杀敌 速战速决 一鸣恩仇 哄 苏毅再次出击 挥剑之间 震退一众大敌的围攻 将那些禁忌秘宝都斩飞出去 而他的身影 则凭空出现在无须天地之前 无须天地大惊失色 毛骨悚然 第一时间退避 不惜自损倒横 施展禁忌秘书 刹那间 就已逃到极远处天穷下 疯狂般出手 欲打破天幕 撕裂开一条通往外界的生路 可终究是徒劳 这里是方寸山祖庭 是苏毅的天下 随着他隔空一剑斩出 极远处天穷下 无须天地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 身影骤然四分五裂 鲜血像泼洒而出的墨汁 染红那一片天幕 星红刺眼 继临天地后 第二位天地毙命 而这一场杀戮 才刚拉开帷幕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